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西方极论世界 路途是十万八千里 经历的是九九八十一难 可谓险象丛生 惊悚异常 但这个团队的领导者 既不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 也不是天兵下凡的猪八戒 而是一个肉体繁胎的和尚 唐僧 他不但收服了那些原本顽劣的徒弟们 还带领他们抵达西天 获得重生 为什么唐僧能够成功 这就要说一说他出色的管理能力了 对悟空 能者要设置规矩 唐僧的大徒弟是曾经大闹天空 搅得天上地下一团乱麻的孙大圣 孙悟空是花果山仙时孕育出来的石猴 后来拜了大名鼎鼎的菩提祖师做师傅 得名孙悟空 自于吸收天地之灵气的悟空 占山为王 改化生子部 大闹天空 从来都不是个老实的角色 可就是这样一个天神管不了 玉帝制不住的泼猴 居然也被啥也不会的唐僧收服了 唐僧与悟空的初见 是在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的一天 唐僧替悟空接去了如蓝的金字鸭帖 救他出来 不过悟空可不是省油的灯 能力他有 脾气他也有 刚刚被唐僧收为徒弟 他们就在路上遇到了眼看喜 耳听怒 鼻秀爱 学长思 易见玉和身本忧六个毛贼 这六个毛贼劫住他们师徒二人 企图抢些钱财 也没想伤人性命 可悟空二话不说 就掏出金箍棒 吓得毛贼四下逃走 可悟空怎么放过这些小毛贼 他几下跟上去 将六个毛贼全部打死 剥夺了他们的衣服 抢了他们的盘颤 承恶本无措 但更重要的是扬善 这样不红青红皂白就杀人抢钱的行径 又与盗贼合意 就像唐僧说的 他虽是捡径的强徒 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该死罪 你纵有手段 只可退他去遍了 怎么就都打死 这却是无故伤人的性命 如何做的和尚 唐僧在这里寻寻善诱 悟空却受不了了 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气 他见三藏只管叙叙叨叨 按不住心头火 发道 你既是这等 说我做不得和尚 尚不得西天 不必成般叙舌恶我 我回去便了 一个转身 将身一纵 他就离了唐僧 向东行去 这时观世音菩萨出现 给了唐僧金箍棒 教了唐僧锦箍咒 悟空再次回来 唐僧哄他戴上了这金箍 此后每一次他要伤人的时候 唐僧就会念动这锦箍咒 免得他伤人性命 小时候觉得唐僧傻 善良的没有界限 善恶亲疏分不清 长大后才觉得唐僧是人 悟空本领很大 但若走不过撑这道关 永远只能做一只妖贤 无法修成正果 遇到妖精 唐僧会给予悟空表现的舞台 但如果做得太过 他又给悟空设定合理的界限 有张有持 松紧有度 最终悟空终于取得真经 修成正果 被封为斗战圣佛 对八戒 智者要给予宽容 如果说悟空是称 动不动就生气 那八戒就是贪 动不动就偷懒 八戒此诸 让人又爱又恨 他贪吃 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 早间点心 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够 他好色 女妖 女王 女仙 女菩萨 八戒只要看到 就口水流闲 所以贪玩好色 好吃懒做 就是八戒撕不掉的标签 他本是天庭的天蓬元帅 后应调戏嫦娥被贬下凡 投胎到母猪腹中 成了猪神 出生之后 他咬杀母猪 打死全智 在此处占了山场 吃人度日 杀母世兄 以人为食 若子看来 八戒也不是善茶 可是这个贪玩好色的猪八戒 却是唐僧最偏爱的徒弟 在平顶山时 八戒借着续寻生的时间去睡觉 被悟空发现要惩罚五棍寄心 八戒连忙让师父帮忙 唐僧还就是为他打了圆场 八戒经常吵吵着要散伙分行李 如果是悟空 唐僧就念紧箍咒了 但因为是八戒 唐僧顶多责骂两句 连悟空都看不惯 酸酸地说 师父忒护短 忒偏心 为什么唐僧对团队一把手悟空严厉 对二把手八戒却宽容呢 其实这离不开八戒在团队中的作用 情绪调节剂 团队小智囊 取经队伍中 虽然整天喊着散伙分行李的是八戒 但实际上他一次都没有退缩过 而且八戒知错能改 善于听取他人意见 而且能够在关键时刻对团队做出贡献 看似最笨的八戒 却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 提出正确的建议 看似最懒的八戒 却总是能让大家团结在一起 看似最俗的八戒 却在三徒弟中最能参讨佛基 八戒念过一首诗 薛之不久又团圆 似我生来不失全 吃饭嫌我肚子大 拿瓦又说有年闲 他都灵力兴来福 我自吃鱼积下圆 我说你取经还满三徒叶 百尾摇头直上天 别人看不出 唐僧却明白 因为八戒这个活宝 慢慢取经路才有了乐趣 对于这样一个智者 唐僧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宽容 对沙僧老者要充分信任 比起悟空和八戒 沙僧在团队中的存在感低了很多 没有悟空大闹天空那样可以吹嘘的过往 没有八戒天鹏元帅那样面子贝族的身份 沙僧的前世不过是天公御地的卷帘大将 因为打破了琉璃斩 触犯天条 被贬出天界 流落于流沙河 虽然同为唐僧之徒 沙僧的地位却是最低的 也是最自卑的 有人曾说西游记里沙僧最好演 因为只有五句台词 第一句 大师兄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第二句 大师兄 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第三句 大师兄 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第四句 师父你放心 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 第五句 大师兄说得对 虽然能力一般又沉默寡言 但沙僧在团队里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 唐僧是领导者 悟空是极先锋 八戒是调节技 那挑担牵马的后勤部长谁来负责 任劳任怨的沙僧首当其冲 沙僧是三个徒弟中最老实的 唐僧说一 沙僧绝对不会说二 沙僧不惹事也不单事 虽然在团队里的存在感比较弱 却也是不可或缺的执行者 对这样一个老者就要充分信任 适当鼓励 最无能就是最能 唐僧师徒四人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终成正果 悟空被封为斗战圣佛 八戒被封为靖坛使者 沙僧被封为金身罗汉 都算是功德圆满 但最厉害的还是唐僧 被封为占缠功德佛 三十五佛之一 位于佛陀的西北方 持送此佛名号的功德 能消过去生中 阻止斋僧的罪业 有很多人不服 唐僧一路没斩妖没除魔 为何却成了大佛 但我们都忘了 正是因为唐僧 他的三个徒弟 才能克服万难 战胜自己 成就功德 一个好的领导 是最大的能 就是无能 虽然悟空 八戒和沙僧 个个都比唐僧强 可领导就得唐僧当 若是悟空当领队 可能抛下八戒沙僧 一个跟头就到西天了 若是八戒当领队 可能刚走到第二站 就被女妖迷惑得走不动了 若是沙僧当领导 可能整个团队都要反水了 而唐僧虽然能力不及徒弟 信念却非三个徒弟所能及 无论是怎么样的诱惑 唐僧都不曾动心 无论是怎么样的艰难 唐僧都一心坚定吸去 他用信念给团队力量 又用无能给队员时机 正是唐僧的无能 才能给徒弟们最大的表现机会 让他们在一次次磨难中 寻回本心 接近真我 所以唐僧看似无能 却是取经路上真正的英雄 人人都想成为强者 却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强者 王阳明说 信而从之 则惰其技艺 只要对方相信了你很弱 那他就输了 真正的强者 从不在乎面子 他们只要理子 逃跑的姿势再狼狈 只要最终能取得胜利 那就都值得 今天一案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一案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以你们而精彩 诗人雪来说 潜水是喧哗的 深水是沉默的 潜水又喧哗 显示自己的存在 而深潭静默沉着 低调是人 人何尝不是如此 蹦得最高 叫得最小 事是出头的 一般都不是有实力的人 真正厉害的人 往往不动声色 善于视若手拙 一个人越缺什么 就越炫耀什么 无所谓 无所谓 一书里 记录了一个新闻故事 一名性格懦弱的中年男子 有一次竟参与了一场街头群殴 身材瘦小的他 被打得鼻青脸肿 胳膊都骨折了 好在警察迅速赶到 才制止了事态恶化 男子的女儿赶到现场 看着被台上救护车的父亲 他哭着吼道 看看你这个样子 怎么还敢去打架 男子恼羞地说 对 别人都觉得我不中用 只有他们看得起我 我就是答应了 女儿责怪道 看得起你你就答应 就这么要面子 看看你身上 还闻了什么青龙白虎 受得一阵风就能吹倒 何必呢 男人大声辩解 我也是要强的 有什么不对 旁边的护士姐姐听到这里 冷冷插了句嘴 你这不叫要强 叫逞强 一语中递 要强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是一个人努力生活的动力 但逞强 是怕被别人看不起 而虚张声势地伪装 有人说 一个人 逞强是因为底子弱 尖酸是因为心里酸 有时真的是这样 越缺少什么 越喜欢炫耀什么 只是这样非但 争不来面子 有时还会丢了尊严 真正厉害的人 很少炫耀自己的成就 反倒是无知之人 最喜欢高谈阔论 曾有这样一张照片 它意外地 让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先林 成了网红 高铁二等座上 为了做好一场报告 78岁高龄的刘先林院士 仍然笔羹不坠 有眼见的网友 还发现刘老穿着一双旧皮鞋 十分朴素 不仅太严 这又是一个 扫地僧事的室外高人 其实作为中国工程院 首批院士 刘先林有很多特权 但刘院士 只是埋头钻研 为人非常低调谦逊 所有在我们看来 可以拿来炫耀一番的事情 在刘老这里都不值一提 正所谓自见者不明 自识者不张 自法者无功 自禁者不长 因为越炫耀 越会暴露无知 越逞强 越会显得浅薄 弱者好强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弱者逞强 愚人愚己 都是一场灾难 别小看一个出出示弱的人 真正强大的人 自我价值不来源于 外界的赞美和肯定 他们自信而豁达 该认输时认输 该示弱时示弱 萨切尔夫人当选 英国首相之后回到家 她敲了敲门 萨切尔先生问 谁呀 萨切尔大声回答 我是英国首相 结果等了很久 都没人来开门 萨切尔夫人过了一会儿 才明白过来 她柔声细语地说 亲爱的 开门吧 我是你太太 话音刚落 门马上就开了 丈夫还给了她一个拥抱 不是所有事情 都要以强为法则 有时候 弱也是一种方法 适当适弱 才能换来更好的人际关系 真正的强者 早已学会在交往的过程中 将自我隐去 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 解决问题 当某档谈话节目中说 有人问名嘴梁洪达 老梁 怎么回事啊 怎么总喜欢在公共场合 说自己有糖尿病的事 梁洪达笑着说 我就是在示弱啊 原来梁洪达很多朋友 都是夜猫子 经常半夜三更 约着出去吃夜宵 每次必有人奉承劝酒 有时别人一激将 自己一逞强 就往死里喝 梁洪达折腾不起 就主动告诉我 自己有糖尿病 说我认怂 你们要是真在乎我 就放过我 善于低头的人 别人也更乐于妥协 过于强势张扬 会给自己增加 不必要的麻烦 就如梁洪达所说 刚不可久 柔不可熟 适当的示弱 一点坏处也没有 明轻重 懂进退 知取舍 才不会因小失大 连波令向如列传里 连波仗着有功成 野战之大功 根本不把地位 在他之上的 令向如放在眼里 还几次三番扬言 我见向如必辱之 令向如听说后 便处处回避连波 上朝的日子 也称病不出 私下众人都说 令向如 懦弱胆小 连连府下属们 都看不过去了 问他为何 这么怕连波 令向如说道 我连秦王都不怕 怎么会怕他呢 但若我不示弱 那两虎相斗 必有一伤 到时候秦国 就可以不攻而入 我之所以如此 是先国家之极 而后私仇也 这话传到 连波尔多容 惭愧不已 亲自登门 赴京请罪 事实认输 不是懦弱 而是有着 清醒的认知 低头示弱 不是怕事 而是一种 睿智的态度 作家王源说 扬眉是一种能力 低眉 却是一种勇气 真正厉害的人 眼里有高山 胸中有秋鹤 他们不会在 别人的眼光中 找存在感 更不屑于 在别人的言论里 逞英雄气概 地低成海 人低成亡 老子道德经中 伤容问 一个人年老时 为何牙齿掉光了 舌头安然无恙 老子回答 牙齿之所以都掉了 是因为它太强了 从不知示弱 而舌头之所以还在 是因为 它知道何时展现柔弱的一面 故而能够存在的长久 生活里我们习惯地认为 只有强者才能占上风 但其实那些会示弱的人 往往可以走得更远 新学大师王阳明 在《陈言编误书》一文里 曾写过 示弱似绝 将欲取之 避古语之 或捐弃牛马而尾逃 或掩溺惊汉以示弱 或诈溃而埋伏 或前军而请和 世界诱我以利也 示弱是用兵良策 也是为人处事之道 处处逞强险囊 不是明智之举 懂得手拙藏锐 才是顶级智慧 弱者易怒如虎 强者心静如水 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你可以承认自己的平凡 但是不要放弃努力 向好的方向发展 真正的强者 从不在乎面子 他们只在乎理则 懂得示弱 是一种修养 一种智慧 更是一种格局 一个只会虚张声势 冲胖逞强的人 终究是没有出息的 与其张牙舞爪 虚张声势地 让别人高看 不如注重自身的成长 让自己真的强大 作家秦桑说 真正的内心强大 是练就了一身盔甲之后 便不再轻易被他人刺伤 从而更坚定 自己的目标所在 活得肆意而通透 未来愿你我都能 修炼出这样通透的心态 示弱而不软弱 坚强而不逞强 活得肆意而坦然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